昨天老罗和大家分享了,到底什么是英语思维,还有英语思维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 那口语语法又是什么概念呢? 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练口语,但始终没有提高,会不会是忽略了口语语法这项英语思维的底层逻辑呢? 有老罗策划,我波老师定制教材并且精心授课的澳洲企业家英语沙龙口语班,10月4号就正式开课了,老罗就通过提前剧头部分内容和大家交流今天的主题。 更重要的是,受能以鱼不如受能以鱼,现在莫尔文的疫情在已经封城246天的情况下,依然每日新增1000多例, 所以,非必要就尽量减少外出,一起在家闭关学习,多多交流各自的方法论吧。 口语语法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整个语法体系中偏重于口语交流,而不是阅读和解读的部分。 口语语法主要有三个重要的特征。 第一,口语语法是先用语,再由法的最佳诠释。 我波老师十年前就已经是北京新东方的优秀老师,他更牛的就是语法教学, 不仅是当年的语法组组长,所有学员都对他的教学打满分,当时的新东方人才记者。 为什么文波老师比那些从英国牛津剑桥回来的海归更加受到学生们的追捧呢? 因为文波老师追寻一个重要的规律,语法语法,先有语,再有法。 文波老师会先从大量的例句,范文,场景中去体炼语法的共性, 而不是一上来就让大家枯燥地去使基因被语法的概念。 这点脑袋也深有体会,因为最近旁听了文波老师的好多课, 除了自己的澳洲企业家英语沙龙基础班, 我还旁听了在Scorch上青年级的儿子Oscar, 穿家的文波老师的特色精品课, 比如哈里波特阅读写作班,哈里波特语法强化班。 我举个例子,文波老师讲虚拟语气, 会让大家先赏息它从经典的歌曲, 比如《If I Were A Boy》, 还有在Oscar获奖无数的电影《星特勒》的名单中的那些经典的桥段, 让人过步不忘触及内境的例句, 先让大家对虚拟语气的常见运用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再从中总结出规律, 并且再次通过大量的优美的例句赏息, 达到不仅能够轻松掌握, 更能够举一反战运用的教学目的。 口语语法更是先有语,再有法的最佳诠释。 文波老师用自己十几年的教学经验, 加上几百万字的英语阅读量作为基础沉淀, 再加上自己在美国留学, 在澳洲十年的口语环境中的生活、工作和教学, 从大量的口语对话场景中提炼出口语语法的共性。 当然,你千万别误以为口语语法会很复杂, 口语语法的第二个重要特点就是追求日常交流的便捷, 而非学术研究。 有人做过一项统计, 在我们的日常对话中, 80%所用到的诗态都不会超过16种诗态中的三种, 一般现在诗,一般过去诗,一般将来诗。 比如,我前面提到的虚拟语气, 经常用到的就是对现在或者过去的虚拟。 虚拟语气的将来诗的运用却非常非常少, 所以,口语语法的组成和架构非常接地气, 不是为了学术研究, 而是为了更加简洁高效地进行日常交流而已。 口语语法的第三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 可以用英语思维快速地举一反三。 比如,明天开始的澳洲企业家英语沙龙口语班, 吴宝老师会如何通过英语思维和口语语法, 让大家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达到雅思口语五分的水平呢? 它的一个核心武器就是从口语语法的例句, 范文入手, 用英语思维来快速地举一反三, 打通整个口语的世界。 老罗就剧透一下文波老师定制的 澳洲企业家英语沙龙口语语强话班的教材中的一些例句, 范文, 来更加直观地感受一下文波老师的教学特点, 比如, 在口语的语法中哪些情况下需要用一般现代识呢? 第一, 表示现代的一种状态, 比如, We live in Melbourne, 第二, 表示一种习惯的动作, 比如, My son usually gets up earlier, 第三, 表示客观的事实或者规律, 比如, The knowledge is power, 第四, 表示条件重剧中的主将重现, 比如, If the weather is fine tomorrow, I will go to play golf, 第五, 表示, 按照时刻表进行的将来的动作, 比如, The golf course opens at 9 o'clock tomorrow, 这五个例句看似没有什么关联, 但其实, 你掌握后能举一反三, 再加上相同的语法和类似的例句, 就能组成一段口语的上文, We live in Melbourne, which is in the south of Australia, My son usually gets up earlier, and does some reading from Monday to Friday, He knows, The knowledge is power, such as the world is round, If the weather is fine tomorrow, I will go to play golf with myself, The golf course near by opens at 9 o'clock, Golf is a popular sport in box here, We all enjoy it, 这段由一般现代式组成的范文, 每个人都可以再根据自己掌握的语法和词汇, 进行再次的扩展, 明天开始的澳洲企业家英语上龙口语班, 虽然是Zoom授课, 但为了确保课堂效果, 都是10人以下的小班授课, 老罗依然是课代表, 会把精彩的内容做成视频和更多的朋友分享, 比如用英语思维和口语语法快速提高口语的前提就是, 你必须要掌握正确的发音, 明天老罗就和大家分享, 在澳洲企业家英语沙龙的基础班上, 文博老师是如何教大家发音的, 我儿子又会为何会嘲笑我像学奥数那样学音标, 成年来的口语到底需不需要去死磕音标呢? 赶快关注老罗, 我们明天见!